关于乾隆的后宫生活 一向是所有女性关注的重点 女性们一向对这种轻功戏非常热衷 华丽的服饰 精彩的剧情 还有让人非常好奇的少数民族风景 无不让女性们观看得如痴如醉 流连忘返 其实呀 乾隆的后宫生活确实是无比的香艳 因为她是一国之君 无论是我国江南的美女 还是江南的美女 新疆的美女 又或者是蒙古族的美女 那真是她勾一勾小指头 就有无数的女子 前赴后继的拥入她的怀中 大家都知道 我国江南的美女非常多 乾隆多次下江南微服私访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美女的缘故 乾隆这个人可不得了 到了60岁还老当义壮 到了后继 不仅不限制民族地区 而且对于年龄更加没什么限制 敦妃汪妃 比她小了整整36岁 寻贵妃伊尔根绝罗氏 比她小了整整47岁 寻贵妃这个人啊 长得是真好看 乾隆对她非常宠爱 乾隆和她一样 也非常希望自己喜欢的女人 能给自己生孩子 这样自己的爱妃 就可以在这个大家庭里 拥有自己的地位 但是事与愿违 65岁的乾隆身体早就不行了 根据史书上说 乾隆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听说翻她的牌子 牌子都翻烂了 但是令乾隆感到纳闷的是 她就是怀不上身孕 而且对于寻贵妃而言 没有孩子在宫中就没有地位 她真的是步步惊心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乾隆这么宠幸她 为什么她怀不上身孕呢 好了 本期就到这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证 我们下期再见